Hello 百度APP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同 有我主演的电影《我在时间镜头等你》 正在热音当中 这次转战电影大荧幕和电视剧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在表演上是不一样的 因为大荧幕跟小荧幕它的表现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大荧幕上因为它屏幕很大 所以它很多细微的东西都会无限的放大 所以它的一点一滴都是透露着你想传递出来的情感以及情绪 如果时间能倒流 有没有不顾一切想去见的人? 就是都可以分为了 请用不同的方式 安利电影分别给单身狗和非单身狗们 给单身狗们就是你看到电影就会找到对象 给非单身狗们都去看吧 拍摄时有没有一场戏让你哭到不行? 医院的一场吧 就是看到我林哥哥 他马上就要老去 然后马上就要失去的那一刻 秋千又回忆起来他们的过往 那一刻他是封不住的 就是觉得因为这个人为了他而 一次次用尽自己的生命 然后不顾一切地去救秋千 所以他那一刻的想法就是 我好容易抓住你跟你相识了相爱了 然后刚刚好这个时候 你要失去了 所以那个打击最巨大的 就是武器巨大的 病床那场 我哭了七个钟头 怎么评价搭档李鸿琪? 他是一个完完全全沉浸式的体验 体验派的演员 他就是每一刻他都要在当下 然后他是非常非常真诚地 跟你去交流一切感情 欢迎大家上百度APP搜索 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关注我的明星百家号 和我分享你的观影感受 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哦